这是雍正最痛心的时刻 他要为了四儿子乾隆登基之后 无忧无虑 杀掉三儿子洪史 饮下杯中酒 雍正要发难 同时当场被吓尿 似乎听不懂老爹你在说什么 自己平时扮差可能有些失误 但自问净啥哀想 没有使过黑心 是大清朝的三好皇子 这一定是有人从中陷害 离见我们的父子情 你派去杀龙科多灭口的人 也会陷害你 一心想把你扶上王位的龙科多 也会陷害你 同时脑子轰的一声 想着自己还能狡辩 说自己是曾叫人杀龙科多这没错 但不是什么杀人灭口 而是为了老爹你 他孤恩负义 你又不忍杀他 我这才替你下黑手 听到这个借口 雍正坐不住了 住口 这问你 他开始细数红石犯下的三大罪 其一 雍正二年指使张廷路磕场舞弊 导致是提泄露 做错事不要紧 要紧的是知错不改 事情败露以后 不仅不帮张廷路说情 第二岁和八野党 串通那几个乌脏猫王爷罚难 搞八王义政 还指使龙科多调兵逼宫 事情败露又过气重演 杀龙科多灭口 就是这样 正还想你毕竟是朕的儿子 能包容就包容了 第三岁 妄想弟弟祭天 自己皇位加深 哪怕是一只狗啊 魏宝了也就不咬人了 输了你 进而要杀你的亲弟 那不就自然还要杀你的父亲 你简直 简直是古今天底下 最贪资暴虐的一贯禽兽 红石吓傻了 他连跪带爬到雍正腿前 却没有悔过之心 说是弟弟乾隆 害怕和他争敌位 所以才弄出这么个假象 来陷害他 雍正一听 心事冷到了极点 他没想到 面对铁正如山 你还反咬一口 原来红石派去杀乾隆的人 虽然被他灭了口 但是派去灭口的人 却害怕再被他在灭口 全都招了 像你这样的东西 俗话说 人有五轮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这是做人的镜子 你照照你自己 可有一轮半轮 同时早已贪软下来 雍正说的每一个字 在他听来都像天上的雷 一声一声深重地打击着 他本来以十分摔朽脆弱的心 他边哭边叩头 正贵怪儿子糊涂 听了别人的挑唆意味 除掉了皇帝 就可以占定敌位 皇阿姆 你要把我 救不一嘴吗 皇阿姆 你说皇阿姆 你拿他怎么处置而沉 同时一边抽气 一边抱着一线希望 看着雍正 雍正只觉得一股 又酸又涩的苦水 涌上心头 他就是这样性格的人 越是大发雷霆 越有回旋的余地 越是面上阴冷 越是无可挽回 他告诉红十 自己不会把他 交不一嘴 因为这个家丑 他不想让外人知道 同时一听 以为不用死了 联盟叩头谢恩 谢皇阿姆 成全客户之恩 雍正知道儿子会错意了 从心底里又叹息了一声 你扯恩就好 但是你要知道 你的罪犯在十恶 断无可恕之理 皇阿姆 打算把儿臣牵进 雍正摇了摇头 前儿臣去 月中期军中效力 雍正依然摇头 给出的理由是 没法给红十身份 他到军中没有明目 儿臣只有笑话为僧 佛前忏悔赎罪 雍正书的转身 灯营里看不清他的身色 只听语气深重的 让人透不过气来 他不满红十 此时还是尽想着活命之道 也不想想 凭他皇子的身份 哪个庙藏得住 他这尊大国 说来说去 不过是借忏悔之名 求生活命 你还是不愿意 替朕想想 难道非要朕亲自开口 非要朕落个 杀子的名声吗 你既然自己不愿意说 那朕就替你说了吧 你除了自尽 没有第二条出路 红十此时 再也没有侥幸心理 但他也不服 明明八爷党几个那样 罪不可恕 都没有赐死他们 怎么到我这非死不可 朕不杀你八叔他们 是因为你皇爷爷 临终留了话 康熙帝说了什么 可能很多人忘记了 加冕 我们回忆一番 善待你的兄弟 善待你的臣民 不是万不得已 不要伤害他们 再苦再难 朕也不敢 为了他老人家的意愿 可是真的非如此 这些人 给朕给祖宗的江山设计 带来多大的隐患啊 为了给弘历留下 一个安定的记忆 朕不能留你 弘历更加不服气了 都是儿子 凭什么那么偏心 乾隆哪点比他强 一直以来不但铁了心 要把敌位传给他 现在还要为了他 还有世子 雍正一听红十的话 就知道他对皇位 没有死心 所以更加坚定 非除掉他不可的心 否则将是 大清朝的第二个八爷党 那朕就告诉你 只有弘历 还能够继续推行朕的新政 也只有弘历 还能够把这个国家治理好 你的卫人 罪不及你八叔身险 却比他更狠毒 但是弘历 没有真的刚义 而不是你的对手 说句玩笑话 如果雍正知道乾隆一上位 就全盘否决 他好不容易推行的新政 今天跪在这的 可能就得换人了 同时心态彻底崩了 突然发疯似的笑了一下 笑着笑着又哭 一边哭一边嚎道 八叔八叔 阿吉娜 阿吉娜 在真实的历史上 雍正认为红石年少放纵 行为不端 雍正四年就将他过继给正敌八爷 雍正五年更是将他消除踪迹 最后红石一遇而终 所以红石在这部剧中的种种劣迹 纯属编剧的原创 各位看官切不可把他当作真实的历史 我们回到剧中 雍正虽然杀了红石 但毕竟是亲生骨肉 打断了骨头连着筋 在刺死红石之后也心力焦脆 一口鲜血喷出 需要土里铲背着才能走出这片伤心地 乾隆走进房内 感觉今天的气氛有些怪怪的 他走到雍正面前跪下 爸妈 我三哥呢 不要问 这不管你的事 但儿臣想 不要说了 雍正黑着脸开始喝药 乾隆回头看向土里铲 土里铲飞快地给他使了个眼色 乾隆立马就懂了 他的眼睛一亮 但立刻又患上一副沉重的面孔 雍正回过头问众人 张婷宇这才告诉雍正 李渭跑到军机处 说是要去见见曾静 看他火气很大 担心他做出什么余格的事来 就没有答应他 他二话没说 气冲冲地走了 去刑部 刑部这边 李渭气不过曾静 屡屡诋毁雍正 便冲到刑部他的牢房里 对他一顿私行招呼 李渭一个大嘴巴子 直接把曾静干翻在地 曾静嘟索着顶嘴 说着李渭脱下帽子和衣服 对着曾老头一对王八拳 雍正带着重大臣急匆匆赶来 刚走下夹道的阶梯 远远地就望见那间牢房门前 庸满了人 除了李渭的四名亲兵 居然还有满汉两位刑部尚书 几名司官 一个个一声不吭地站在那看热闹 曾老头作为一代键盘响 骂雍正的时候 那就一个爽 挨打的时候 那就一个怂 当今的皇上 是古往今来道德第一 秦政第一 他还是爱民第一的好皇上 是 是什么呀 老朽实在想不起来了 求大求大人遗事 李渭的提醒方式也很李渭 上去就是一脚 那些看热闹的人也才惊醒过来 猛回头看见雍正乱纷纷跪了下来 望着跪在面前的这几个一二品大员 雍正心里一阵苍凉 很好看 很好笑 什么 你们是不是觉得曾经骂朕的话很结恨呢 众官员连连称不敢 身为刑部大臣 对这种无军无福之人 居然没有半点愤慨之心 居然为官取乐 说没有这等心思 那些官员吓得赶紧解释 说我们实在没办法 李渭把牢门锁了 把钥匙也拿了进去 乾隆知道表现的机会来了 因此就为官取乐 大清朝怎么养了你们这么一批 忘恩福义麻木不仁的东西 张正堂把他们都给我割了 说着把他们都撵了出去 唯独剩下罪魁祸首李渭 此时唯有雍正能对他进行处置 而对于曾靖的熟知 雍正却另有打算 他想搞清楚这个代表民间乡业读书人的老头 怎么会如此诋毁他这个亲政爱民的皇帝 原来这位曾靖师从山东旅刘良先生 读了他作的几部书 心中便有了一下脂肪的念头 可康熙爷在位 对他们读书人李静勇家 这个念头在他心里也就慢慢淡了 后来当今雍正继位推行新政 读书人好处收回 他这才又蒙发了繁满的心思 去年听到很多中北京发配云贵 湖京湖南的人说 当今的皇上如何如何 是古王今来的第一个 是什么军 怎么听到的就怎么说 下期雍正王朝大结局 关注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